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的又來到拉麵店啦 上一集呢 我們有就是講到 四季火頭時 那我們上一集是在Jewoo的店 那Jewoo的店它主要的招牌 我上次點的是秋天 那它的湯主要是蛤蜊湯 然後以筍子下去為主 那我們今天來到Victoria Street 這一間店是它的全新加坡的旗艦店 那這間店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有黑松露的湯 然後它也是用蛤蜊湯下去 然後它用黑松露的配飾在下面 所以我們今天有點一個這個黑松露 然後另外它有一個就是全新加坡一個特別的Pommotion Pommotion是上次我們介紹的這個椰子白湯 然後在這家店比較特別的是你只要加一元 就會多一杯水飲料15.9ml 那我們今天上一次我們點的小菜 我們有點餃子嘛 還有就是豆腐 那我們這次點不一樣 我們今天這次點的是糖洋雞 它店裡面呢 你可以再加價購 就是加錢 大概3.9ml到4.9ml 你可以多半顆的半手蛋 然後還有就是叉燒 這是VV 就是豬的VV的部分上去做 那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而且旗艦店非常的方便喔 我們只要做MRT SMRT到City Hall下車 然後走路大概不到5分鐘 然後經過五寶川的麵包店 幾次走就到了 過一個馬路就到了 在左手邊就會看到這一間很漂亮的屋頂 對 那我們等一下上菜的時候再跟大家介紹 OK 我們的飲料水來了 還有這間店的前菜也來了 然後我們加點的這顆是半熟蛋也來了 這間店前菜很特別給大家看 它是飯耶 飯加兩顆蛤蜊肉 就是從蛤蜊煲湯裡面撈出來的肉 然後這個是我們加點的那個飲料 它送的 它是Ice Ice Nemon Tea 對 我們加點的椰子白湯 它給的Ice Nemon Tea 就只差一塊錢就有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加3.9塊錢 有一顆半熟蛋 然後跟豬肉 豬杯裡 耶 我們的唐揚雞來了 就是Fried Chicken 這個 這樣是一盤是3個 對 它這個是加3個的話是4.9 然後如果加5個的話是6塊9 這邊還有美乃滋喔 我愛美乃滋 耶 黑松露拉麵來了 OK 它這邊的吃法是 先喝Original的湯 先喝原湯 這邊是黑松露醬 然後這邊是Posini醬 然後還有就是蔥花 然後吃法是先喝Original的湯 之後再混合之後再一起吃 然後這個是椰子白湯 然後它裡面有蝦子 蝦子在這邊 還有這邊是Posini醬 還有馬鈴薯 還有豬的那個杯麵在裡面 對 然後它這個就沒有先喝 什麼圓湯的順序 這個就是已經很好給你喝了 好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這個麵是蕎麥麵 它上面有一點一點的黑黑的 對 它這麵是蕎麥麵喔 然後這個是椰子白湯 這個是它的馬鈴薯 剛剛吃了它這個馬鈴薯 它是先乾煎 然後再下去泡在湯裡面 所以它有一點就是乾乾焦焦的感覺 然後泡湯外面又有點濕潤 所以裡面其實是乾的 然後有點酥酥脆脆的 可是又不像洋芋片那種 對 然後它整個蝦子啊很入味 然後它裡面還有就是 那個蔥啊的味道 然後它整個是 椰子湯 它裡面椰子湯還蠻濃郁的 欸好 我們今天吃完了 好 我今天主要點的是這個醬油 黑醬油松露拉麵 對 它是比較適合就是 喜歡重口味的人來吃 然後它的松露 黑松露的部分 比較沒有我們在Juro吃的那個 秋天它的味道這麼重 它的黑松露就是 靠那個黑松露的醬下去 然後下去提味 然後它裡面的蛤蜊湯的味道也不一樣 它比較就是鮮甜的一個雷湯 然後比較沒有這麼海鮮味比較重 它有大概去腥 所以喜歡清淡的海鮮的人 還蠻推薦這個 對 然後今天吃的 嗯 唐陽雞 唐陽雞的話 它有附就是美乃滋在裡面 然後它美乃滋是比較偏酸的美乃滋 然後它雞肉也很嫩很新鮮 對 然後炸的其實也很鬆軟 然後這個我很喜歡 然後雞蛋半熟蛋的部分 我自己也很喜歡 然後它也是很鬆軟 然後搭配著湯 就是蛤蜊湯來一起喝的話 其實還蠻順的 對 然後今天的話 以黑松露醬 就是醬油這個比較重的拉麵的話 1-10分的話我會給9分 對 然後唐陽雞 我也是給9分 今天我們喝的水主要是 Lemon Tea Lemon Tea的話1-10分 我覺得還蠻普通的 所以我會給7分 嗯 那我們今天這樣子吃下來 兩個人大概48塊錢 它有含Service跟GST 所以就加大概17%左右 所以兩個人平均下一個人是25塊 對 那今天這樣給大家參考啊 今天Shiki Hoto Tokitsu 這間拉麵主要是日本東京得獎 這個廚師得獎 然後它在新加坡開了8間店 那是我們今天就是今天是來第二家店 我們已經來吃兩家了 然後這間店平價還不錯 然後如果大家有來City Hall 這附近的話也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以上是喬琳日志 那我的頻道主要是在講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生活的大小事 還有像今天這樣的一個美食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的小鈴鐺們記得按讚喔 那我們小鈴鐺下次見 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